我們先看這片好了 假設我們這個子彈撞過這個木塊 然後子彈黏住了 那我可以說H嗎 子彈黏住了 子彈就黏住了 撞進去的時候子彈就黏住了 當然這東西會有一個前提 假設我們考慮中心的能量損失 什麼都沒有損失 就子彈黏住了 因為你會想像子彈黏住 它已經有一些破壞的 它已經有形變能 會水泡掉 它會呈成熱物 會水泡掉能量 所以這時候 在題目上我們假設 因為這東西我們沒有辦法去分析 到底會有多少能跑出來 但假設就這題目來講 它撞擊黏住了 但是沒有任何能量損失 它高度是多少 所以我們只用能量守的 我們的2分之1mv平方 會等於m加mgh gh 就可以了 最後的高度可以從這邊就能量 因為 這是隱姿嘛 兩個質量都是隱姿 重力加速隱姿 然後這速度假設是隱姿 我槍的出速隱姿 我這時候有隱姿的話 我就可以求到h 當然你可以知道 在做實驗功能 你可以想像 我當h求出來 我求出來之後 跟真實h不一樣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子彈穿過常常會損失掉 多少能量在裡面 那這就是我們在做 實驗的一個校證 常會用到的方法 我就做個實驗 然後跟理論值做個印證 然後理論值跟實際值的差異 就是我 我沒辦法估出來的部分 我就不要參考子彈裡面 我就錄得到了 好 那通常我們假設它是沒有 沒有能量組號的情況 那假設今天這個子彈 穿過去的 穿過去的時候 我們怎麼知道這個h會多少 或者是我今天跟我講 穿過去的 然後h是這麼多 那我可以算末數嗎 這個子彈末數 這個子彈末數 應該 就可以算了 好 因為這又是能量組號 2分1mv平方 分成什麼 mgh 加上 2分1mv平方 對 對不對 那假設h已知 我就可以算末數 對 所以 基本上這就是能量組號的交叉運用 當然如果他問你一個題目 如果 這是一個很硬很硬的鋼 我直接進去 進去 我反彈了 我反彈了 我的反彈 那我h 這個反彈的結果是 就是 好 一個是貫穿 這樣貫穿 就是末數 我一個反彈也有末數 所以 假設撞到之後呢 這個反彈了 那我的這顆高度 跟反彈的關係 為什麼 會更高 會更高嗎 反彈應該跟穿過去的順盒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 好 就能量的部分是沒有差別 就 假設我們先看是 撞擊奶沙拉 他的m v 動量的部分是這麼大 那我的m v 這樣會加 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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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動量的動量 會等於 這個動量加上 m v 然後把它切 好 m v1 v2 那 因為這個方向是相反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加個負號 好 然後另外一個實質量的話 是二分之 m v 平方會等於 二分之 m v1 平方 加上 二分之 m v2 平方 那你說 二分之mv 這個答案 對不起 答案 二分之mv2 平方就是木塊的 撞擊 不是木塊 鐵塊 撞擊反彈來瞬間 他的出現 對不對 可是問一下 他相對要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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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這東西有什麼 m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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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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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是彈回來的速度 這是V1 這是V2 假設HC是一隻 那我可以算嗎 所以我們的M2比方會得很好 2GH 對 對不起 V2 V2 所以V2會等於 跟號2GH 好把這個帶到第一次 帶到第一次之後 這邊就變成已隻了 這是已隻 這是未隻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 就可以帶入 第一次 我們就得到 MV等於 負的M V1 加上 M 哪個是 跟號2GH 所以我們的 M 跟號2GH 減到MV 對不對 3M 這等於 M就是M 跟號2GH 減到MV 好 然後 這部分 這部分 這部分帶進來這邊要怎麼回 可是第二次不是本來就從第二次來的嗎 沒有 我是直接從這邊帶的 對不對 這個直接帶進去 我這兩個是相等 我直接帶進去這裡 這應該算第三次 這兩個相等 第三次得到 大概第一次的這邊 然後如果我們回到第二次會相符嗎 我們來看一下 1G M V 0 2G M 3 1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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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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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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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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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1 2 2 2 3 2 1 2 2 2 1 2 貫穿在剎那呢 木頭的速度是V1 子彈的速度是V2 兩個核在一起的時候速度是V3 那我們就先考慮這一塊 考慮這一塊的時候 它貫穿的時候 它的能量是不是 原來的能量是2分mv0 貫穿的時候它的能量是等於mgh2分gmv2平方 對不對 那幹嘛設V1 V1就可以不用設 V1這個式也可以等於2分gmv1平方 對 但是我們就不用就可以用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現在回到這邊來 我們的2分gmv2平方 會等於m加m 因為它兩個結合在一起 m加m的gh 對 好 那 試算我們可以從這邊來看一下 這V2是多少會不會知道的 V2沒辦法從這邊知道 V2要從這邊不知道 V2等於我們不知道 V2一邊知道 所以V2等於什麼 那題目已經告訴我們的 兩個是有一個很大的質量差異性 所以我基本上可以把m先消掉 可不可以 就是把m小m先消掉 這兩下比較好 兩個質量很大的時候 差異性很大的時候 這個數位等於m 蛤 可以吧 可以自己消掉嗎 所以 它左右兩邊都會m字嗎 因為這樣我們不能約 因為這是乘的 這是加的 加的可以處理 乘的不能處理 乘除都不能處理 就算它很小 但是它只要是乘的時候 就是不能處理 你不能直接約它 因為這很小就等於0 不行 但是雖然兩個大小差異很大 它並沒有說用同一種 它沒有說m區域領0 沒有 它是說m跟它來講很小 所以 當這個是 比如說這是1000 這是1的時候 這兩下再等於1000 你跟說1000 跟1000 差不多 差不多 這樣算沒有問題 基本上 真實的世界上 你才能用這種方法 因為你都把所有小數 都帶進去的話 數字會變得很複雜 所以我的V2平方 會等於2GH V2就出來了 所以V2要帶進來這邊 加上2分之1m 那我一定要玩MV2 我覺得要沒差 可能本來就有點差 對啊 可是我現在算V啦 V不知道多少 我V沒有算 V現在不知道 V是知道 可是我現在知道V2 可是V2跟V沒有關係 對 所以我沒有要比較 對 好 那我現在是 我把他帶進來 成長2GH 所以等於什麼 誒 這是小M 我這邊是不是寫錯了 這邊還對 這大M 這小M 不能約掉 所以應該是 這是大M 這小M 所以不能約掉 所以V2就是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好 我剛剛大M 喜歡不能約掉 這邊 大M 去約去 這邊是小M 所以小M 除過去不能約掉 就是發覺電 成長2GH 然後等於一起開跟他 好 所以這邊 好 這邊是M 然後這是 跟他 小M 大M 2 7 H 好 平他 所以這一次 問題是 什麼 他跟他 我們就是 2分之1 約掉 然後M 2分之1 H 對不對 兩倍 我已經算完了 你已經算完了 好 所以 好 先把這個 2分之1約掉 2倍 然後M 除過去 所以 V 平方等於 4倍 這邊是2倍 2倍 所以 4倍的 M G H 對不對 然後 開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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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V 是跟V 是2比1 嘛 這應該不是算這一切 不知道怎麼進去嗎 不是 不知道 不是啦 看起來會開始 然後就 寫好久 寫好久 應該會 我是用 比較概念的 概念當然是 你如果有想像的話 還有辦法想像 什麼想像 我記得一開始想像 因為聽聞起來 還是問你說 這個我們 這邊的墨樹 跟這邊樹 的鼻子嘛 那一個想像是 我出去 第一個屬到一些能量 讓他木塊提升 第二個屬到一些能量 讓他木塊提升 那兩邊提升高度是一樣 所以能量是一半一半 所以這邊能量是一半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對 因為你本來那樣想 就覺得 不知道哪裡乖乖的 不會啊 完全不會看 你會看下面的答案 就知道A 看答案就不知道 明明是如果沒有看答案的時候 咧 那就解決A 那第二次 他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對啊 我們是這樣想 就能量一半 他就會想到他那個 不會啊 這是物理系的 那個 他作用時間會不會 那其實他有一個 有一個地方是 譬如說 其他人都不錯 好 B B說子彈在兩個木塊中 產生的熱量大約相同 為什麼不一樣 嗯 他的素質不一樣 然後 因為那個 他是 指導 指導不會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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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他差異之下一個是 冠冠也沒有冠差 有 也冠冠也沒有冠差 但其實他還沒有有差 嗯 好 然後還有一個是什麼 第四 C C C什麼 指導 大部分轉換症 木塊的力學 這多少 它有部分 熱 對啊 它有部分轉換症熱 它講大部分 就在講題目上講 題目講大部分的時候 呃 我們就比較難說 到底對或錯 就是因為它很大 大部分到底多大 對大部分 大部分是力學的 它除非等全部 所以它全部沒有 之類的 B是出數 這樣子 出數不是嗎 出數是兩倍 指導一講 會碰撞 會彈一碰 非常 完全非常 這一塊 這當然不對齁 第一個碰撞 這是不完全碰撞 第一個碰撞 這是什麼碰撞 這是貫穿 這是貫穿 這貫穿 這是什麼碰撞 這是什麼碰撞 普通碰撞 這不是 這不是 破壞 破壞性碰撞 一般 就通常碰撞 都會破壞你的損失 都會破壞你的損失 那 照顧它的 形狀改變 會破壞你的 對 都會損失 它就是怎麼樣 OK OK 好 我記得有一個提示 跟抹殺力有關的提示 啊 第四條 所以碰撞 一定要彈回去才能叫碰撞嗎 沒有啊 年代血 年代血算碰撞 年代血算碰撞 完全非彈性碰撞 穿過去不是 為什麼穿過去不是 還如果穿一半 穿一半 穿一半不就是年代血嗎 如果穿到差一點點 就是 對啊 對啊 就是它 貫穿的部分 目前還沒有什麼定義吧 沒有什麼 叫做彈你摸摸摸摸 對啊 可是 有的意思就是說 呃 反正它只要 應該講說 它就是撞到它了 然後呢 撞得用力一點 撞出去 那 應該 應該是說它的那個 應該 應該也可以叫碰撞 但是它的那個 彈回去的力 被它往前的力給刺光了 不能這樣講 攤外區的力 被它往前的力刺光了 這好像不太 其實完全非彈性碰撞 就是說它所有的 就是說 它有大部分能量 是損耗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型電裡面去 所以它就黏住了 它就黏住了 所以 其實 我們如果說 簡單來講說 完全非彈性碰撞 可是它可以看一下 假設 我現在這個 一個木頭 質量Xm 我一個泥巴 質量Xm 我一個速度 做上去了 好了 做上去之後 完全非彈性碰撞 黏在一起了 請問一下 我問你能量數是多少 嗯 做怎麼辦 做什麼處理 問你 看了就知道 就知道後來的速度 對 後來的速度是多少 如果知道就可以 我可不可以從這邊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 損失了多少 我 那我已經 引到完全非彈性了 完全非彈性 完全非彈性 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 講的是兩個年來一起 所以速度一樣 所以我的 M V 是不是會講 M 加M 乘上V 7 或是V也可以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知道 我的 我的速度我就知道了 所以我的 V C 等於 M 加M 就是M 小M 小M 然後V 對不對 那我的能量是什麼 我後面的能量 動能 我原來動能 是不是 2分之1 M V平方 那我後來動能 是2分之1 M 2個連在一起的嗎 對不對 剛才看一下這個很大實 對不對 會等於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要剪掉 剪掉 這是 通撞之後的 能量 因為連在一起的 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是以VC的方式前進 就是執行輸入前進 就是執行輸入前進 然後碰在一起 然後 總 總質量是兩個 像這樣 所以 M V V平方 減量 2分之1 大M加小M 然後 大M加小M 小M V平方 所以等於什麼 2分之1 V平方 2分之1 2分之1 V平方 V平方 解決這 所以等於什麼 2分之1 N加N 這是N加N平方 減掉N平方 B平方 對不對 2分之1 N加N NN B平方 這個數字要很亮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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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